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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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如果能够把我们的消费者请过来 还有媒体朋友 投资人请过来 跟大家待在一起 人比一个人在美国敲钟要有意义 才愿你 听多多志用了三年的时间做到这样的规模 回过头来看 请您分享一下 当初你是怎么看到这样一个创业的机遇 王正 听多多的成长要感谢时代 我以前也做过其他的公司 听多多光靠自己个人的努力是不行的 中国很多东西都在完善 物流和制造业都在成长 三年多前我在家休息的时候 看到移动互联网 尤其是手机对人每天行为带来的改变是巨大的 现在是不一样的 大家都习惯拿着手机拍照和人聊天 但是在四五年前 人的行为是不一样的 人们会在电脑前待很久 偶尔出去一下 电话只是用来打电话 但是很多人因为在这个理念 所有并没有在外面感受到具体的变化 当然听多多也要感谢包括社交网络的兴起 移动支付 以及全国化的物流体系 才认你 过去几年时间 中国的互联网是一个所谓的大并购时代 在一些风口领域 包括打车 共享单车 有一家企业成长起来 必然会有另外一个扶持的公司 两家会打得头破血流 为什么资本没有扶持出 一个拼多多的竞争对手 黄征 我觉得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拼多多是平台模式 相对于其他的 比如说我是做洗发水的 我做的飘柔可能还有看情 手机领域也是一样的 多个并存 作为平台模式 其实是有更强的头部效应 所以第二名更难一些 倒不是说拼多多强 而是模式本身有这样的特点 第二个原因 可能是因为拼多多快 就是特别快低 就到了一个体量 相当于斯文的反应 包括要做这样的竞品的反应 都没有这样快 你做这样的竞品 只有你在一定规模之下 才有意义 如果你的规模没有到的话 做这个东西就没有意义了 才认你 怎么评价腾讯的角色和作用 黄征 黄征 我觉得首先有一点 就是在成长的前面一年吧 甚至两年时间里面 开始A轮 B轮的时候 腾讯不是我们的股东 所以在最开始的时候 都是一样的 接受了腾讯的投资以后 我发现腾讯非常好的地方 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包容的投资员 它从来不是图书改变你 反过来会在经营管理 和需要帮忙的地方来帮一些忙 这个是最好的 它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 现在时下流行说 营商环境 腾讯这个大的体系上面投了很多公司 几百上千家公司 它在这个小的虚拟的世界里 我觉得是创造了一个比较好的营商环境 才认你 外界可能更愿意这样去评价 拼多多是因为找到了一个四五线城市的下沉市场 找到了一个阿语 京东 甚至淘宝都没有出达的那些用户 因为微信普及可能更旺一点 包括它的年龄阶层 市场的范围 可能大家还是认为这样的 就是我们做了低端市场 你怎么看待这样的看法 保证 其实不存在渴望不渴望 因为很简单 如果我真的特别渴望 其实在今天 拼多多是很容易做这样的事情 比方说针对北京的用户 他就做一个不一样的界面 针对上海内环的用户 就做一个不一样的界面 根据你的地理位置不一样 瞬间你就觉得高大上了 但是这不太符合我们的价值观 这个效率很低 有点做作 你为了讨好 而讨好 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是针对最广大的人群 到底需要什么 我们是不是在让越来越多的用户 有越来越丰富的产品 我们整体算法的匹配 是不是越来越好 中国最广大的人群 确实不是我们所在的这个区的高级白领 但是随着我们的能力越来越强 应该会逐步逐步越来越好 最终总会覆盖这部分用户 但是我们没有必要为了一部分人 或者是为了迎合某种舆论 去故意做一个东西 说你看我也有这个 这个是没有意义的 相反的是正因为我们像今天这样 所以才会有那么消费者支持我们 才认你 未来听多多如果想做一些消费升级的产品 我们有没有什么规划 王正 我不是特别感冒消费升级这个词 因为每个人对消费升级的理解都不一样的 上海长宁区平均年龄已经达到了84岁 现在中国很多地区已经是世界一流的消费水平生活水平 当然有人还可以再升 比如都是法国的化妆品 阿尔卑斯的水 但这个是不是我们需要追求的 我觉得当贫富差距更大的时候 能不能让更多地区的人在消费方面都有各自不同的升级 在消费方面的公平应该会是更重要的 更贫困的地方有的时候消费产品更少更贵 今天的问题不是我们先进的人不够先进 而是大部分人消费不均衡 裁员你 听多多确实是一个带着光环的创业公司 但是我们也不可以否认 一路走过来也有很多的质疑 包括出现假货问题 质量问题 包括和一些供应商的矛盾 你觉得它是在一个好的基本面上的正常问题的产生 还是说有一些很难从根本上解决的障碍 黄征就刚才您讲的很对 拼多多是从家本中长出来的 长出来之后 并且撑开了一片空间的过程当中是不容易的 同时也打破了一些既有的利益 当你打破既有的利益格局的时候 原来有人不舒服 有人不满意 我觉得这个是竞争导致的 另外一方面 作为一个平台在迭代眼镜的过程当中 其实你很难做到三 四亿人 包括几百万商户之间毫无矛盾 中间有一些矛盾会冒出来 这里关键是比例上 包括我们是否能够从一次次的矛盾解决当中去进步 拼多多幸运的地方是在于一定程度上 我们看到阿里等前人走过的路 我们有可能避免其中一部分 把有一些恶性的问题缓和掉 相当于别人预演了一遍 这是我们占便宜的地方 但是整个过程 我觉得我们是很难去跳跃的 别人走过的路 受过的苦难 我们都得去受一遍 只是有可能我在学习别人的经验 我能够走得稍微快一点 但是不可能跳跃这个历史的发展 才与你 你自己对拼多多未来最大的担心是什么 王征 当前来讲 我们在人员上还是有很大的压力 相比同量级的公司 一般他们都是几万人 我们现在才两千人 这是非常大压力的 很多事情来不及做 人力也不够 我们只能是花最主要的精力 做最主要的事情 但是就会遗留下来很多不完善的东西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业务扩张快 我们的人数扩张不可能指数级的 前端的消费者 订单量是可以指数级增长的 因为有月变 有市场 但是人员 每一个人进来 融入到了一个团队是一个线性的过程 很难指数级增加 所以人员增长和业务增长之间是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空间 这个空间越大对我们的压力越大 甚至不得不控制业务的增量 来缓解人员增长的压力 这在很长时间都是我们的挑战 才认你 我们在上市之后 最重要的战略和任务是什么 保证 我们不会因为上市不上市有特别的改变 我们每天都在围绕消费者的需求认真做事情 不会说突然之间股票市场上有一个代码 好像就不一样了 或者说黄针头上顶了一个市值 难道这个人就变了吗 其实什么也没有变 今天的我们和明天的我们只是一天的差别 而不是像很多时候公众的感觉 好像一个性质的差别 我觉得并没有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我们会一如既往的 沿着原来的道路走 甚至像上市这种活动 像今天 我们所有的员工都是正常上班的 并不会因为上市就放假 才认你 您对拼多多的是只有预期吗 希望做成多少亿美金的公司 保证 真是没有预期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个副产品 如果做公司的目标 就是为了做大 为了做的估值高 我觉得这是本末倒置的 没有一家公司的生存 是因为这个原因 它一定是你在这个社会上 为消费者也好 为商户也好 或者是为更大的广泛的社会 创造了独特的价值 这个价值被价格反映出来 所以价格是围绕价值波动的 并且价格永远是价值的副产品 所以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永远是专注在长期价值上 像是会带来一些干扰 我们要做的事情 是把自己从这些干扰理念隔离出来 DM的脸则声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字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供典和立场 感谢观看